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游戏的来源已经不可考证 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地方 人们又把这种玩具叫做孔明锁 认为是诸葛亮发明了这种游戏 那么它究竟是鲁斑还是诸葛亮发明的呢 这种玩具由六根中间有缺口的木块组成 要拆开或者拼合 就必须透彻理解这六根木头的结构方式 而这种结构与中国古代木建筑中 笋某结构是同样道理的 在古代中国 小道家具 大道民居 宫殿 都是以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 一些能工桥匠可以不用铁钉进行连接 完全依靠笋某咬合就可以改起巨大的建筑 古代建筑当中包括家具 包括一些日常生活的 比如一些小凳小桌子 门什么等等 然后窗后 里边你都能看得到笋某结构 就突出为笋 凹入为某 一入一出 衔接到一起 古人也叫钩心斗角 笋和某相互勾在一起 结在一起 那么使得形成了这样一个框架的结构 更加牢固 更加结实 而鲁班索正是根据笋某相互契合的原理 一笋一某 一凸一凹 六根木头吻合而成的 人们也因此认为 鲁班索的发明与木工行业有关 很可能是受到笋某结构的启发而制作的 为什么要说是鲁班发明的呢 因为鲁班是我们木匠的主师爷 历史记载也确实他发明了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木渊 比如说好多的机械 木工工具 豹子 木斗 都是锯 都是鲁班来发明的 那么有关木的发明 没有考证谁来发明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鲁班索 那么后人就牵强附会鲁班的名下 那我们北方人叫鲁班索 但是南方人却叫孔明索 为什么要说是孔明发明呢 因为也是无从考证是谁来发明的 那么孔明是最聪明的 鲁班索又是智力玩具 所以附会到孔明的名下 就是诸葛亮的名下 由于鲁班索这种智力游戏包含了很深的智慧 在没有确切记载的情况下 人们很自然就将历史上那些有名的智者 看作他的发明者了 虽然都是从古流传到今的智力游戏 鲁班索与九连环又有所不同 九连环的解法只有一种 解下以后再套回去的方法也只有一种 鲁班索却不一样 外表看上去完全一样的几个鲁班索 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拆解方式 虽然是小小的六根木头 但是一旦这些木块凹凸部分的结构有所改变 鲁班索的安装拆卸方式就不同 玩这种玩具需要人们好好动一番脑筋 就是大家通常玩的最后一根锁是一个石心木条 插进去就可以了 但是我接触的很多鲁班索不是 有最后是插进两根的 插进三根的 就是同时往里穿的 还有要错位的 有的还要旋转还要拧 那么这些就是随着里面结构不同 那么我们装的这个拆解的方法也不同 安装的方法也不同 那么国外有一个数学杂志报道 就是有两千多种这个拆装的方法 现在在六根方木结构的鲁班索的基础上 人们又研究出了很多变体 让这种游戏能够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这种球的形状结构不能往里穿 不能往里插 那么只能让这样也有一个机关 给一个机关把它打开 打开变成六瓣 打开变成六瓣半圆形的 然后呢我们把它再装上 装上呢先把这个带轴的装在这个槽里边 装在这个槽里边 装在这个槽里边 再把装在这个槽里 看到没有 然后再把这个装到里边去 再把这个立在这里 然后左边一个把它先打开 左边一个 然后右边一个 最后呢再把它一拧 这位谈起鲁班索雷 头头是道的姚玉智 是北京玩具协会智力游戏小组的成员 这些小组呢 就是我们有都是 很多这种非常异于爱好的这些 有老人呢 我算是年轻的了 那么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和学校啊 和文化馆和科技馆呢 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呢 我们联合起来呢 搞这个展览 我们主要工作就是做一个 推广和普及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智力玩具的工作 2000年 章卫夫妻与北京玩具协会有了第一次接触 为了将传统文化中这些逐渐在消亡的游戏保存下来 并让他们流传下去 他们形成了长期的伙伴关系 共同来进行古代智力游戏的推广和研究 他给了我们大量的资助 资金上的资助 以及有一些资料上的技术上的资助 给我们很多 我们在搞这些活动当中呢 也是他时常也参加 而且呢 就是他把我们这些东西呢 就是借到了美国 华容道是一种民间流传的智力游戏 也是张卫夫妻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一直以来 人们相信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游戏之一 并且将它与九连环鲁班索一起 称为中国难题 在张卫收集整理 有关华容道的资料时 却发现这种游戏的历史 很可能并没有那么长 我认为华容道可能是在三十年代 或者在稍稍早一点发明的 我们去那个走访过 西安的西北大学的 江长英老教授 他呢对这方面呢 做过一些历史性的研究 就是他当时跟我讲 他听说那时候日本人打来以后呢 只要他躲到这个防空洞里头去 怎么办就赶快带着一个华容道 因为进去以后 不知道躲多长时间 然后就去玩这样一个游戏 1949年出版的《科学消遣》中 对华容道游戏的介绍 是目前能见到的 关于华容道最早的文字记载 这本书的作者 是西北工业大学的江长英教授 正是他第一次提出 华容道这种游戏 只存在了几十年的时间 人们之所以会认为 这种游戏有悠久的历史 是因为它被赋予了一个 流传已久的三国故事 作为游戏的背景 三国演义第五十回 诸葛亮智孙华容 关云长亦是曹操中 讲述的故事人人耳熟能详 曹操在赤壁之战中 大败不得不从华容道逃跑 而诸葛亮早就算到这一点 于是让关于在此处设下伏兵 哪知关于为了报答曹操 以往的恩情 帮助曹操逃出了华容道 华容道棋盘下有一个出口 代表华容道 是供曹操逃走的 长方形的棋盘上摆上十个大小不一样的棋子 最大的方块代表曹操 五个长方形的方块分别代表刘备手下的五虎将 张飞 黄忠 赵云 马超和关羽 另有小方块四个代表四个小足 棋盘上仅有两个小方格空着 玩法就是利用这两个空格移动棋子 用最少的步数把曹操移出华容道 正因为如此 游戏华容道又被叫做捉放草 华容道游戏属于华块类游戏 十九世纪在西方 各种各样的华块游戏风靡一时 有人相信华容道就是类似的游戏 传到中国后本土化的结果 只不过人们将华容道的故事赋予了这个游戏 让它具有了浓郁的中国气息 人们在游戏的过程中 一直在寻找最佳的方法 试图以最少的移动步骤 让曹操走出重围 现在找到的最好的方法 也需要整整八十一步 其实玩华容道这样的华块游戏 就是要游戏者寻找最佳的调配方式 需要统筹和安排每一个棋子 让他们走到正确的位置 位于北京潘家园的古玩城 是张卫和雷彼得经常光顾的地方 这里的许多老板都知道 有这么一对爱好古代智力游戏的夫妻 遇到民间流传下来的老玩具 经常都会给他们留着 今天他们找到了一副同志的九连环 2008年8月 张卫和雷彼得将在美国旧金山的 中国文化中心 展出他们收藏的古代中国智力玩具 其中不仅包括我们熟悉的九连环 鲁班索 还有一些古代的艺智索具 水具 以及与智力游戏相关的书籍 等等1200多件藏品 这对夫妻有一个最大的愿望 就是今后建一个中国古代智力游戏的博物馆 最后还应该有一个博物馆 把这些东西 因为很多东西都已经失去了 已经是 或者是人们都已经渐渐地淡忘了 有些老年人还记得 现在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了 就让大家在博物馆里可以看到 除了收藏与中国古代智力游戏相关的物品 他们还计划写一本书 介绍这些游戏的历史和原理 九连环 华荣岛和鲁班索这样的中国难题 承载着古代中国的智慧和哲学 在古代中国 他们就如同今天的电脑游戏一样 让无数人痴迷 今天在拥有越来越丰富娱乐方式的数码年代 一些古老的智力游戏效枉了 或者艰难的生存 或者只存在于博物馆和人们的记忆中 而另一些则将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和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